极客又翻车 部分车主收到的月饼已经发霉变质 作为极力倾力打造的新能源汽车品牌 极客汽车近段时间以来 可以说风波不断 标配便付费选装 新车为交付就涨价的事情刚结束 如今又被爆出月饼发霉问题 据媒体报道 中修佳节来临 极客汽车给已经预定了极客汽车的准车主 赠送了月饼礼盒 从宣传海报中看到 极客月饼礼盒里不仅有多款口味的月饼 还融入了飞行旗玩法 让不少以下定极客001的用户为之期待 信息显示 自9月15日将终止月饼礼盒送送及发放 而之前收到礼盒的用户 极客则是给出提醒 基于谨慎考虑 我们提醒您不要使用